大家好,我是老陈 这是我第一次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做视频 我们这个阳台的后面就是我们的后花园 我们的后花园有21英某的一个小树林 里面有许多野生动物 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都没有进去过 因为里面有熊、蛟狼、狐狸、鹿、火鸡、野兔等等 还有山猫 今天早上我老婆带我们家的狗出去的时候 就碰到了山猫 山猫要吃狗 所以狗也非常的害怕 好了 今天我们还是聊偷渡 我在美国十几年 一直在福州老板的餐馆里打工 我是宋禅 我也交了许多福州朋友 我们朝暮相处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跟我讲了他们许多偷渡的故事 这是他们的亲身体验 也是他们到美国来的一个经过 我截略了很多他们的故事 在2011年我用他们的故事为材料写了我的第一本英语书 在美国出版 叫做Dragons in the Insects 龙和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给我留言 我可以把书寄给你们 每一本 价钱 无所谓 今天我就想讲讲 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是怎么偷渡到美国 而且拿到美国绿卡的 他们到美国的路径不同 方法不同 但是 舌头的四大招 基本上是一样的 哪四大招 首先就是走线 第二招 美观 第三招 假护照 第四招 通过美墨边境 首先就是走线 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 福州 深圳 或者沿海地区 离开中国 到泰 到捷补寨 到越南 而走线 这些主要就是 舌头 他们在全世界 有一个偷渡网络 这个偷渡网络 非常的发达 从贫解 八十年代到现在 已经非常的完善 这个网络 这个网络 就是 每一段路 都有专门的 舌头 他们在经营 一个人出来 偷渡到美国 并不是 一个舌头 包下来的 这个舌头 是 他们的经纪人 但是他每一段路 都是 埋给了 地方的舌头 比如说 到泰国 在泰国 就有 专门的舌头 来 完成它 从泰国 到下一步 什么国家 这个路程 而在下一步 比如说 是南非 到英国 又是 另一段路 又有一个舌头 集团 来经营这条路线 而 这个 总的 这个舌头 就要 付给 他们当地的 这个舌头的 钱 我们说的 难听点 就是 分章 就是 人舌给他的钱 他要一段一段的 分给 他们 当地的 舌头 当地的舌头 就是 经营当地 这一段路 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从 中国 北京 到莫斯科 莫斯科 到 乌克兰的 首都 吉普 他到了吉普以后 他这个舌头 就把这 吉普 到 欧洲 这一段路 就 卖给了 吉普 当地的舌头 而当地的舌头 很多都是福州人 上海人 北京人 不同地方的人 但是他们相互都认识 他们都有 一个网络 他们都有 广泛的联系 怎么走 这个舌头就交代他 我这一段路 要怎么走 我就买给你 我付给你多少钱 你来包办这一条路 这个叫做走线 很多人舌出来 他们在世界上 飞来飞去 他们叫走线 为什么要走线 走线 就是 使他们的假护照 有很多的图章 然后 就可以 骗过 比较严格的海关 因为 在进入美国之前 有些国家 海关很难通过 这个走线 就是说 使他们 不能 遣返回大陆 而遣返回大陆 是最最可怕的事 只要他们 遣返回大陆 他们就会给 大陆的 警察 或者边方部队 抓起来 而在外面走线 如果他走到南非 他是从泰国到南非 而在南非 他被抓起来了 那么 南非就把他遣返到泰国 而不会遣返到大陆 或者他从南非到英国 给英国海关抓起来了 他就不会遣返到中国 他只会把他遣返到南非 最大的问题 就是 特度的人士 不能暴露自己的真摄身份 他们一般都是 不讲任何的话 不暴露自己的年龄 从哪里来 什么国家 什么都不讲 海关对他们也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把他 遣返回 前面一个国家 不会把他们遣返到中国 如果你说 我是从中国来的 他们马上就把你 联系到中国领事馆 然后由中国领事馆 把你遣返回国 而你不讲 什么都不讲 他们也没办法 他们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 什么年龄 什么名字 没有一点的证据 所以他们只能把你遣返到 来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你是 泰国到南非的 约翰·约斯堡 你到了约翰·约斯堡 在机场上 给南非警察抓住了 你进了监狱 他盘问你 如果你什么都不答 他们也没办法 到后来 他们就把你送回泰国 这是一个叫走线 走线的目的 第一 增加你假护照的可信度 第二 在走线的过程中 看看有没有机会 走到美国 第三 使你的遣返 不可能遣返到中国 这个第一个走线 第二个就是 假护照 早期他们还有用船 来偷渡的 但是现在用船 偷渡的已经很少 大部分都是用假护照 他们从一些人手中 买来假护照 或者从小偷那里 买来假护照 在泰国 在一些地方 有假护照集团经营 他们把你的照片 弄到假护照上 然后 就用这个假护照 在全世界走线 他们用的假护照 很多都是已经有签证 很多是新加坡护照 台湾护照 他们把你的护照做得真假难分 用了假护照以后 他们就用这个假护照 从一些比较穷的国家 飞来飞去 因为穷的国家 他们的海关容易收买 所以第三个就是美关 所谓美关 就是他们在海关 行费海关人员 买通它 而一些国家的海关人员 比较容易买通 比如说 南非 乌克兰 一些非洲国家 一些英联邦的非洲国家 他们这些国家是英联邦 他们比较容易可以飞到英国 但是他们的海关 比较容易收买 而有些国家就比较难 比如说英国 比如说 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关 就很难收买 而他们在路上 也是花了钱买关 而买关都是有当地的舌头经营 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 他从莫斯科到了基普 他离开基普到古巴的时候 就是有基普的乌克兰的当地的舌头 他经营的路线 就是从基普到古巴 他买通了基普海关的官员 在他的副哨上做了一个记号 当他经过这个海关 这个官员的时候 这个海关 官员一看他这个副哨上面 有一个记号 就知道 这是他所得到钱的那个集团 他就会让他过去 而他的副哨其实是假副哨 但是海关人员就假装他是正副哨 让他过关 让他登基 然后他们就飞到古巴 这个是买关 买关是他们的第三招 在这个国际偷渡网络中 买关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就是偷渡美墨边境 而美墨边境是与美国第二场的一条边界 也就是最频繁的来往的边境 每家边境虽然长 但是没有这么繁忙 而美墨边境非常的繁忙 每天有许多的卡车 许多的结装箱车经过 在这么长的一条路线上 就有许多蛇头在经营他们偷渡的业务 他们主要就是把人藏在车子里 早期他们是叫人蛇 戴着被子刨到贴纸 把被子盖在贴纸上 然后通过了美国边境 但是现在美国边境的贴纸网 基本上已经没有 都是高墙 所以要走这一条老路已经十分困难 而现在主要用的方法就是 从车子里带进去 他们带的车子的车型很多 我的一个朋友 他和我一起住餐馆 他是打杂然后住帮草 他是藏在集装箱司机下面的一个空间里进来的 他这个集装箱司机下面有板 把这个板拿掉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他们专门住的 他就和另外两个人藏在这个里面 而集装箱就是运货的时候 就通过了美墨边境 他也就安全地到达了美国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是从面包车里面通过的 他藏在面包车下面 还有其他三个人 在这个面包车的里面 地板下面 他们人为的做了一个空间 他们几个人就藏在里面 进来之前 司机就在他们身上浇咖啡 浇了很多很多咖啡 然后就把板盖上 然后就通过了美墨边境 浇咖啡的目的 就是不给狗闻出来 因为在边境上有很多狗 他们主要是闻海洛因 也就是贩毒集团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闻到有人的味道 他们也会叫 如果他们在车底下闻海洛因的时候 闻到了人的气味 狗也会叫 所以他们就叫很多咖啡 狗闻到咖啡 也就不会叫 因为咖啡对他们来说 不是什么大问题 到了美国以后 司机就把板打开 让他们走 这个就是他们说的 美墨边境偷渡的一个方法 他们有时候还会把人 藏在一些货里面 比如集双箱里面 也可以通过美墨边境 所以走美墨边境 是他们主要的方法 好了 概括一下 就是舌头有四大招 第一招就是走线 使你不能遣返到大陆 我过去有一个朋友 在餐馆里认识 他就是查出来以后被遣返到大陆 虽然舌头没有收他的钱 但是他到泰国的钱 他在路上的钱都是自己承担的 所以他也浪费了很多的钱和时间 而且到了大陆以后 他就受到了政府的监视 最后还是给他偷渡出来 第二就是假护兆 我在美国 我的护兆也曾经给我的福州房东偷走 据我另一个福州房客跟我说 他偷走我们的护兆 因为我们的护兆有签证 他可以去作假 卖给偷渡集团的头目 第三就是买官 买官就是有钱能使鬼推魔 就是买通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 南非、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利亚等等 从这些国家的海关坐上飞机 飞往墨西哥或者古巴 或者这些地方 然后再偷渡美墨边境 这个是第三 第四就是美墨边境 就是偷渡 所以他们偷渡的时间长档不易 有些两个月、三个月 有些半年 有些长的要一年 而在福州 有些村庄一半的人走了 年轻人基本上都走了 有一个女孩 他到了美国 他就说 他班上的人全部都走了 他也想走 但是他的爸爸 在澳大利亚 做工做得很苦 叫他不要走这条路 因为太辛苦 但是他非常的坚定 他还是要走 他说 我们同学会 碰面的时候 班上的人差不多都走了 四五十个人 只剩下不到十个人 其他的人都到了美国 所以他坚持要走 后来他也偷渡 和他的老公 在纽约见了面 也在申请政治批复 好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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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